他就載我到一個 很暗很暗的公園 他在大庭廣眾之下 把手滑進去 受害人不忍了 站出來開記者會 控訴NONO十一年前 對他強吻性騷 你都已經上車了 那摸一下會怎麼樣 然後就直接湊過來 在車上就湊過來 就強吻我 然後他之後還跟我說 那你喜不喜歡 不只現身說明 替自己發聲 也揭發還有多達近 二十名被害人 也曾遭到NONO生狼爪 陳先生的一句沒有印象 又再一次刺中 每一個活在他母爪 隱隱的女生 這麼多人發生了 為什麼他還是不承認 一個忘記 兩個忘記 我就不相信 三個 四個 五個 十個 他還是忘記 近二十人的自白中 事件最早發生在2003年 而目前為止 疑似年紀最小的受害者 當時只有十五歲而已 甚至還有人指控 NONO即便結婚了 已經有女兒 還是照樣繼續性侵行為 推散時間點 受害人也懷疑 NONO的太太朱海君 早就執勤 在第一個 Amber的事件發生 她就有跳出來說 那時候我們都還沒有交往 我根本不知道這件事 可是其實 他們已經交往很久了 其實她老婆 當時是女朋友 其實都知道所有的事情 所以我覺得 會不會這樣也算是 加害的某一部分 面對指控 沉默多日的NONO 也首度發文宣布 停止演藝工作 誠心反省 亦反前幾天堅稱沒印象的說法 但也立刻遭到網友洗版狂酸 終於想起來了嗎 要她別再出現 銀光目前 三一席我該喊人 跟別人說台北參謀